因为这个胚胎呢 它属于人体器官 我觉得这个事吧 难免会引起误会 我担心有人会骂我 按理说呢 我还得感谢胡爱林 帮我们的一个客人 然后去诊所 拿这个tank 就是一个罐子 液氮罐 然后帮这个客人呢 把他的这个胚胎 给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运送胚胎的液氮罐 因为这个胚胎呢 它属于人体器官 然后中国海关是不允许 就是携带这个人体器官出境 胡爱林跟我有啥关系 满屏的胡爱林 给无数人带来了 新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从胡爱林这个现象呢 我一直想谈谈我的看法 不过我一直没敢说 我担心有人会骂我 因为谈到这个话题 肯定要结合我的工作 我想了好几天 我觉得这个事吧 难免会引起误会 最后决定还是聊一聊 毕竟这个话题 跟我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也分不开 非常多即将移民 或者是准备移民美国的朋友 都给我发信息 想讨论一下 而且这个现象 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咨询量 按理说呢 我还得感谢胡爱林 我这算是被动占了他的便宜吧 胡爱林这个现象 带来什么呢 不得不说 胡爱林这个18岁的女孩 确实有实力封神 不管是运动天赋 智商 还有情商都远超众人 这个是拖拖的正能量 按查阅平台推送的一众明星 包括那些过往立场 明显公知倾向的 都是众口一词 宛如通稿一样的发文 不免就是让人的这种心中 产生一点疑虑 这个是左中右通杀 当然这个女孩呢 天之骄子 配得上鲜花促锦 烈火烹油 正如不少人所认识到的 中国靠着西方国家技术支持 人才流动 发展的这种日子呢 已经慢下来了 今后需要的是自己拓展贬解 开拓新领域 而这个就需要 集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 而古小姐作为现象 及顶流在中国拿代言合同 拿到手软 公开的信息显示 他代言的收入 至少已经超过了两亿人民币 如果他依然在美国发展 以美国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他能活成这样是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任何但支持 对我 所以我永远感谢 同样的中国人 他们都很支持我 所以在这种意义 我认为这种意义 是一种方式 我们能处理人 不必要关于 nationality 不必要关于人家的 我们都在一起 抑制人家的 当其他两个游戏 通过自己的情绪 这个无疑就为天下人特别是海外华裔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样板 那新时代中国呢你要树立这么一个形象就是要为中国代言有前途有前途 当地时间2月7号美国媒体时尚杂志就引用一位华裔作家的话 谷小姐让她明白支持中国无需罪恶感 那么美国人不知道金钱收买的道理吗 美国就是靠重金和优渥的待遇搜罗全世界的人才才成就了其全球霸主的地位 显然的美国人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实操经验非常丰富 2022年1月24号多家外媒报道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理工特人才来到美国 白宫还下令大规模的修改签证规则 但是中国这边的宣传口径呢还是以常规方式定一个基调 然后通稿传播大规模的刷屏的这样一个手法 掀起来谷爱玲一波又一波的热度 各个社交媒体全部都覆盖了 就是因为看到满屏的推文 有的人感到有那么一丝丝潜意识的反感了 不过对我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好事 有不少女性朋友听到谷爱玲家庭绅士和混血身份以后 都觉得结婚不结婚可以另说 希望能够先来美国通过合法的方式呢 找一个优秀基因 找一个精子结合 生个混血儿 目前中国的男女比例明显是失调的 男多女少 但是仍然有很多优秀的独立女性呢 她不愿意随便找一个人嫁了 现在女性对于婚姻伴侣的要求 有着自己坚持的标准 宁缺无赖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 谷爱玲确实是混血 但是混血里能混出这个样子的也是极少数 这个是她个人天赋 加努力 加家庭起点资源 三者合一 共同作用的结果 缺一不可 但我们看到的宣传论量呢 大多是集中宣传 她的这个天才少女的人设 运动能力强 智商高 情商高 加上若隐若现 神秘的一个白人父亲的背景 很容易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幻想 我找一个这样的欧美白男 是不是也能胜出这样一个后代 另外还有一点 不知是否被刻意忽略还是忌讳的 不知道她 古小姐母亲的母亲 很深的背景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 带动媒体号 自发捧场的原因 至于其父亲呢 我们看到的 还是猜谜中 或者是故弄玄虚 古小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 明显缺乏 其父亲的身影 但是你看到 大肆渲染的推文章 没有人质疑 这个白人男是不是渣男 文化战争血脉替代 这个才是世界最为凶险的战争 白种人男 加黄种人女 加华尔街人设 满屏的正能量 想想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从个人直觉来看呢 这一切或许和直爽的古小姐 也没有任何关系 她也许就是天赋秉义 喜欢滑雪而已 但背后资本的力量 蜂拥而上 鼓吹 这个就需要间谍 也许说的就很直白 优秀的人才 你在美国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力 来中国才是真正捞金的地方 在美国的华人中 很多人说 古妈妈这个人的背景深厚啊 靠子女获利成名 甚至还能两边通吃 我个人觉得这样选择 其实并不奇怪 人都是趋利的嘛 这样的选择获利巨大 不仅本人 享尽优厚的生活 还汇集其后代 而且人家在培养子女方面 确实花费了 常人做不到的代价 古小姐本人 也确实有着超长的天赋 我看了网络上 很多美国人 对郭爱玲这件事情的 留言和评论呢 绝大多数人 并不关心她替谁参赛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祝贺她 认为她非常棒 而且她赚钱是应该的 她赚的越多呢 就给美国政府交的税越多 至于她和她的妈妈 怎么靠爱国噱头去赚钱呢 美国人其实一点也不关心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跟别人是没关的 那么也有美国人说 第一次看到一个 具有美国人特征的运动员 代表中国参赛 还是很诧异的 不过她和她妈妈 都是很聪明的人 代表中国可以获得 比美国大几十倍 几百倍的关注 但是她以后肯定 还是选择美国生活学习 多少有些投机主义 美国的思维 不太喜欢这样的人 美国人祝贺她 还是认为她这样的选择 能够带动滑雪运动 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她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 像谷爱玲的这种出身 古妈妈 古姥姥 他们这些人 掌握着一个社会中 更多的资源 而且这个资源 不出意外的话 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一开始 主流媒体的报道 都是用中国选手 谷爱玲这样的说法 从2月14号开始 一律改为 中国队选手谷爱玲 她是美国国籍 最早说她放弃美籍 加入中国籍 引来了一大波 爱国情怀的好感 但是你要知道 按照中国的国籍法 你没办法去深究 为什么 因为加入中国国籍 你必须退出 美国国籍的这个证明 而退出美国籍的 这种操作呢 非常复杂 要提交全家人的报税记录 时间长达数年 而谷小姐事实上呢 也根本没有退出美国籍 她和她妈妈又不傻 对吧 而恰恰因为谷爱玲 在美国出生 在美国生活的 这种先天优势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天赋 而取得了某一领域的成功 假设她生活在中国 即便她的家世 你再有资源 她本人再有天赋 我想也很难取得 如此的成就 而且泱泱大中国 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点意外事故 说不定就换个环境 过完下半生 对吧 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在国际选择上 如此随意 在美国是美国人 在中国是中国人 但是话说回来 有着跟她一样绅士的人 跟她有着一样的资源优势的人 甚至远远超过她资源 而且也生活在美国 但是这些孩子 我所了解的是 在美国的富人区 默默地过着 他们奢华而低调的生活 他们也许没有天赋 也许天赋没有被开发 无论怎样 现实让他们必须低调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 他们像是在一个神秘的 隐藏的角落的群体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 大部分妇女儿童 或者说长期被一种 顿调侵蚀大脑的群体 无法抵御文化产品 有虚构的情绪 情感和气氛 营造 然后对你进行轮番的轰炸 国外灵现象 明显是这一类的文化 入侵非常成功的案例 不仅入侵生活在中国的人 更是为了入侵 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不管怎么样 从国外灵现象来看 他个人和他家庭 都获得了成功 成为很多人羡慕的目标 不过想培养他那样的孩子 首先你得成就你自己 先让自己生活在美国 然后在美国 生一个混血的孩子 即便这样 你也只是模仿了一个现象 本质是无法模仿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